俗话说的好 义父当官 万夫莫开 霸虎踩老鼠 黑虎捕食捆老鼠 2 hours later 大家好 我是钢筋 一个大厢极了爱情的游戏玩家 上来我就发现 属玩家竟然不认识字 不认识字 杀了吧 让你好学习 你不好好学 你看 现在连这都不认识算了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过去的时候 人没了 兔子也没了 对面真的是 不给一点机会 但是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黑鼠配双黄 一速直接起飞 只要我们看到老鼠 我们必然会倒在地上 这不亏吗 这不不亏 我们完美的利用了黑鼠的一击被动 虽然我玩黑鼠不是一个高手 但我也是一个老手 因为我玩的时间够长 所以我非常非常了解黑鼠这个角色 他怕什么 他就怕拉扯 那么我们再来说 黑鼠的优势 其实就是这个权雷达 所以我们必须要拿一个高尔夫 俗话说的好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大鼠踩老鼠 黑鼠捕食捆老鼠 2 hours later 高尔夫在手 天下我有 然后就是这个权雷达 是可以联系出两个爪刀的 黑鼠的两个爪刀 非常非常恐怖 大家都知道 黑鼠不仅爪刀恐怖 拿上道具 更加恐怖 但是如果没有道具 那么对手就恐怖如斯了 比如这时候 立场搬迁奶酪 杂舞 上有一个偷袭 左正灯 右边腿 反手再给他一个八二年的小拍子 就这样 莉莉倒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问了 为什么你直接抓起莉莉 不卡下她的时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因为我手滑了 但是我手滑了 问题大吗 问题不大 我一个八二年的小果盘 直接送他离开 啊 还有一个隐身的 但是问题也不大 这时候我掏出我八二年的桶盖 出话说得好 桶盖在手 天下我有反正一个八二年的果盘 全部命中 直接带走魔术师 这一波叫什么 这一波叫做细节 跟谁学的 当然是跟彦祖学的呀 这时候表面有火箭 但是我为什么要再买一个火箭呢 因为另一个火箭实在是太远了 这时候我们注意到 海盗想救队友 我笑了笑 他对我黑手的操作 根本一无所知 但是我一个冲刺 就让海盗救下了他的队友 这一波叫什么 这一波就叫做人情 魔术又做上了火箭 这一波叫什么 这一波就叫做事故 所以这个海盗很明显是懂人情事故的 但这个隐身的小侦探 他就不懂 所以我随手要 没蝎子长 没打中 没关系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随便扔道具 直接秒掉他 但是这个海盗 他真的太懂人情事故了 看着海盗 我默默留下伤心的眼泪 这个侦探 又在做什么 如果海盗是人情的话 那么这个侦探 就是事故 我再次看到海盗 我又默默的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哎 人生啊 总是寂寞如雪 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对手 我相信我很快就会猫榜第一了 看着海盗再次坐上火箭 我又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这时候兔子还在推奶了 魔术师却不知道在哪里 如果我猜的没错 魔术师很快就会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然后 哎 蝎子长 看着岛地的魔术 我默留下伤心的眼泪 我知道收盖说再见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小魔术 我相信我们不可能 再见面了 最后我想说一下 点真的都比燕祖帅